在COVID的平台我們是沒有選擇 我們不選擇中國的疫苗 就不選擇 已經確定了嗎 那是確定的 再次問到疫苗的問題 其實早上部長有說到 我國9月18號已經跟COVID簽約 預計10月初會付訂金 那請問這個部長 那簽約是不是就是保證 那目前有COVID有156個國家加入 那台灣確定等得到嗎 到底要等多久 那會不會到時候會受到一些 國際政治力的干預 讓我們沒有疫苗可以打 這個部分是不是 給我們國人一個具體的時程 到底說明年第一劑 還是說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有取得這個疫苗的機會 關於確定的時程 其實連COVID他本身也不知道 因為他自己能夠掌握到的疫苗 到現在都還沒有確定下來 不過到目前來看這個平台 應該政治力的干預不多 所以對於公平的分配這一點 我們是覺得有信心 那這個如果說像陳建仁前副總統 也說明說明年第一劑可以打到疫苗 那這個部分的評估是不是太樂觀 那再來就是說如果未來中國大陸製造的疫苗 它率先通過了這個國際平台的這些標準的認可 台灣有沒有可能買到大陸貨 那大陸貨人民是不是打得安心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部長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基本上只在明年第一劑都會自然 緊急授權使用 那大部分國家在那時候都會有一些 緊急授權使用的疫苗 那不過看它的一個安全性跟疫情的嚴重度 那做一個專家的評估 然後第二個在我們台灣 在COVID的平台我們是沒有選擇 我們不選擇中國的疫苗 就不選擇已經確定了嘛 那是確定的 好 那再來就是說在這次的預算裡面 在疫苗的防疫經費上面 政府總共編列136億 其中20億是用來鼓勵國產疫苗的研發 那111億作為國際疫苗的採購 那這個兩者之間 大概預算差了將近6倍 這樣的差距是不是政府對我們 國產疫苗的這個部分缺乏信心 應該是說這個20億是拿來 鼓勵它相關的一些研發 然後跟一些人體的試驗 那至於在購買的時候 那還是以國產疫苗多有的話 那我們有優先採購權 OK 那其實我們民眾黨在4月的時候 有申請中研院提供疫苗研發的時程 當時回覆說5月中到8月 會和相關的法規單位 來商討疫苗進行跟臨床實驗的規範 但是現在到了8月 到明元3月進行的GMP等級的這個量產 現在已經9月了 國產的疫苗的進度是不是請這個部長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大概是國產疫苗有三家 那已經進入我們的第一期的人體試驗 都在8月底的時候都通過 那一家已經開始在人上面開始做 那有兩家大概這個禮拜大概都會開始 那至於具體的時程其實都會看他在人體研究的時候 臨床的研究的時候有沒有一些相關的狀態 所以時間沒有辦法完全的掌握 我想這個部長這樣的回應都說沒有辦法完全的掌握 但是因為這個疫情對於我們整個經濟還有這個民生 還有整個國際的這個經濟狀況影響非常大 其實這個部分還是要加緊腳步 因為老實說只有疫苗出現了 我們大家才會看到一絲希望 這也是國人現在最關心的部分